大家好,我是Chris,今天是11月22号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 我的朋友圈 现在在刷屏 这是好消息,今天刚刚放的消息是澳洲12月1号 就允许 海外的学生回来了 这个事情的话确实等了很久啊,你看我这个基本上刷屏了,我朋友圈的话 很多关于国境开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确实是真的 然后我自己发了一个 是已经等了16个月了,确实封了16个月了 那 我这个频道的话主要是讲 营销的,对吧,广告这一块的 那作为这个企业主,或者说是大学也好,还是做生意的也好 那我们怎么去approach这些个从国内回来的这帮人群呢 其实微信广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群包的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用得到啊 就是 就是差旅人群 差旅人群的意思的话就是从 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的这部分人群,这部分人群的话呢,我们是可以选择海外的啊 比如说我们在 广告 这是微信广告后台嘛,对吧 然后呢,我们选择 公众号内流量,或者朋友圈流量有两种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朋友圈的流量吧 朋友圈流量 然后 我们 点下一步,看有多少啊 下一步,咱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差旅人群 我先清空啊,差旅人群的话呢,他意思就是说微信用户正在当地 出差或者旅游,意思就是说他之前不在这 他刚刚到这个地方 他 他 超过了30天以后,他就不再是差旅人群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常驻人群啊 长驻地,就是一直 最近一个自然月内最常出现的地点 对吧 他如果要在这个地方待时间长了,超过一个月了 也就是变成了是常驻澳洲的人 差旅人群,我们可以选择境外 国内也是可以选啊 这个境外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多国家可以选择 地区可以选择 还是不少的 我们现在点澳洲 三万三千多人 这个是 人群的话呢 是 按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人群 比如说18到35岁的 然后35岁加上2万人 对吧 然后这个人群的话还可以更加精准的用兴趣啊行为啊 去进行筛选 然后这个出价的话呢 确实也不算低啊 这个是一个 系统自己的一个 建议的一个出价 建议的一个出价 这个是170多 我觉得 我们作为服务商应该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广告位 就是公众号内的广告位 公众号内 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哪几种呢 一个是在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公众号的文章底部的 对吧 图片 这个是公众号的中部的图片 还有就是 这个小程序的插屏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沉浸式的这种横板的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呢 这个是公众号底部的 这个是 文章中间的 小程序的等等啊 咱们就看这个图的吧 因为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 这个板位的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 差旅的话 澳洲的有多少啊 境外 我们选澳洲 这个板位有37000人的 次的曝光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数字是一个浮动的 是一个 实时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数字 因为 他从国内 来到了澳洲 对吧 他就是差旅人群 这个人群的话 我相信在12月1号以后 这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都会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数字 现在这个数字的话 是比较少的一个数字的 这个是为什么现在 可能国境还没有开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基数在 这个基数有可能是因为 很多号呢 他是要改IP 或者说有一些个人的话呢 也是陆陆续的回来 所以说这个数字的话 3万多 我们以前在疫情之前 疫情之前的这个数字 基本上 这10万左右 疫情之前的这个数字 大概我们在后代看到 基本上都是10万左右 现在的话已经 真的掉了很多了 那现在也有37000 3万多的这样的人次 朋友圈的 朋友圈的数量 朋友圈的数量 加上这个公众号内的这个数量 加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曝光次数 而且是每日最大曝光 我们可以每一天的话 都设置一个曝光 大概 2到3万 3到4万这样的一个曝光 然后呢 持续 可能两到 一到两个月 这样子的话呢 在 这一波新的人 过来的 这一波的营销的话 我们就能占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优势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能够让你 去重新的 去target这些所谓的一个fresh blood 对吧 新的这帮人 那在澳洲境内的这帮人的话呢 其实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 可能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的 已经饱和了 那新来的这帮人的话呢 你的他是需要你的服务的 他需要租房 他需要去买东西 他需要吃喝玩 他需要去衣食住行 这些东西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啊 我希望 商家们对于这一块的话 能把握住机会啊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销的 一个时机 不要错过 今天就到这里 关注